作词 李宗盛 一次又一次 情犯永无潮汐 一满相思 无辜一切的坚持 我清楚你竟在咫尺 是梦变真实 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 你牵绊着我的心事 一生一世 在满天繁星落下 我清楚你竟在咫尺 是梦变真实 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 你牵绊着我的心事 一生一世 在满天繁星落下 得无畏惧 锦炎是六岁时被一对夫妇领着 迈到闻府的 我见她身世可怜 性格 性格乖巧 就留下她 伺候敌女 夫人莫要慌张 也不必格外强调敌女 您只要记得 如今府上只有一位前接 那便是嫁入王府的王妃娘娘 是是是 是王妃娘娘 您还要记得 自锦儿入府以后 她的父母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您派人去江南寻过 只是年日久远 相貌不明 好在 有块木雕牌 许是可以找的祖宗 记下了 我全都记下了 总之锦儿的父母 已经寻不到了 正是如此 锦王费心了 我同锦儿 自小编一同长大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夫人不必客气 锦王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锦儿 她并非临选入王府 在王府伺候 与礼不合 现在眼下 又是险象叠生 我实在放心不下 不知锦王 能否周旋 将锦儿 放还文府 我又何尝不想 把她救出来呢 只是 夫人 我们还是先度过 眼下的难关再说吧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一个丫鬟 文夫人何故如此 你们这里手艺最好的大厨 跟我走 郡主您这是 本郡主要学烹饪 膳食繁琐 臣等都是供职于膳房 自然都有几分本事 只是各有猜戏擅长罢了 闭嘴 本郡主能同你们选 乃是你们天大的颜面 既然选不出最好的 那便 都跟我走一趟吧 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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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王 方才膳房传来消息说 荣敬郡主 她把整个膳房的厨子 都给借走了 借 怕是夺吧 说是要学习庞任之术 大厨都被她抢走 那玉王吃什么呀 郡主说 我特意为玉王备了膳 随她去吧 她这欺人太甚了 玉王怎能如此放过 是把握了心 李朝海 你去替本王提点一二 她身为男女郡主 府中人多嘴杂 如此行事 会落人口舌的 是 这就完了 不然呢 罚我的时候 桩桩渐渐都是瞑目 道容敬郡主 却是这般为虎 她毕竟是男女郡主 我还是 我还是文大将军嫡女呢 不行 要冷静 你们江湿锦衍 江南人士 云流年水灾 Luckily 他不知 我们是 我们家 Best 风员 你们都下去吧 你也下去 我啊 我还不想听呢 我溜兔子去 果然是个见色妄义的伪君子 往常说话从来不逼着我的 如今 算了 谁稀罕了 怎么样 臣在文府 见到了锦王府的人 臣便做了一次梁尚君子 听了一会儿 文夫人和锦王的对话 锦姑娘的身世世友不多 似乎找不到父母 而且 文夫人似乎对此格外担忧 一个丫鬟 让一个将军夫人格外担忧 臣也觉得奇怪 但说不上怪在哪儿 让文夫人担忧 莫不是她的身世有什么不妥 父母有什么罪责在身 那太妃那边要怎么办 你先去 给她找一对父母 把母妃那关先过了 往后 我再细细盘查 您这是要 匡骗太妃 若她的身世真有什么蹊跷 被母妃发现 那她真的是死路一条 是 那锦姑娘的身世 还要继续追查吗 当然 绝地三尺也给我查出 是 是 忠书 侍卫 忠书 侍卫 即刻送信出府 是 是 是 进去吧 音乐 你进去吧 找到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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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府已经打脸过了 但在秦王府中 还是要归刑拒布 是 去吧 周侍卫 周侍卫 郡主 郡主 在下正在当值 这是本郡主赐予你的 你不得推辞 郡主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郡主 就不要再为难周某了 什么要事 一大早非去不可 是 非去不可 郡主输命 你给本郡主 站住 你可知 这是我学了一日一夜 切破了几次手指 才做好的 郡主的餐盒 应该呈给豫王 在下 销售不起 本郡主说你受得起 你便得受着 郡主 你干嘛 对不住了 静主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陆世伟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 钟离 你放开我 明日下职后 在下定亲往赔罪 得罪了 你 你给我站住 钟离 僵尸禁言 江南认识 因流年水灾 六岁时被迈至文府为毕 我们是锦颜的父母 奉命尽见太妃娘娘 对 爹 娘 锦儿 锦儿 你都长这么大了 娘 都快认不出你了 是啊 锦儿 好想你们 这么多年没见 你们还好吗 好 爹娘当初 也是不得已 再将你迈至文府 你可还怨恨我们 补月 补月 小师傅找的人也太精业了吧 我都会相信她是我亲娘啊 二位就是锦颜父母吧 正是 正是 老奴江泽忠奉太妃娘娘之命 再次迎候二位 锦颜姑娘 老奴知道你与家人多年未见 激动难免 可是 咱们还是要先去觐见太妃 回来再慢慢画家常 让江天使笑话了 无妨无妨 这边请吧 李锦颜 李德武和刘氏只能 山西平洋人 不是说江南江是吗 怎么改了 眼下也没有办法当灭文 罢了 等会儿到了永宁阁 随机一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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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z 方才可有事 无事 刚才出入的只有院前景颜姑娘的父母 什么 景颜姑娘的父母已经入府了 是 到底还是耽误了 她们是仅时入府的 大约有一盏茶的功夫 是江天使和景颜一起来赢的 怎么 有事 无妨 你继续当职便是 是 我不是让你在府门口等着吗 怎么直接让永宁阁的人带走了 我还未跟那丫头安断 要是到了太妃那儿两眼一抹黑 被拆穿了怎么办 臣 罪不容恕 她们何时去的永宁阁 冒时三刻 走 太妃 人带来了 草民拜见太妃娘娘 抬起头 让本妃看看 你们某女二人长得倒是颇像 都起来吧 谢太妃娘娘 这是草民的地方侧籍 里面有锦颜的出生记载 侧籍都能造假 小师傅的本事也太大了吧 能生出如此伶俐这丫头 着实不错呀 本王也觉得不错 参见玉王 多免礼吧 谢玉王 给玉王上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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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身卑微 如今玉王看重你 你也要克尽职守 为族人光耀门庭 方不辱父母的养育之恩 太妃娘娘和玉王恩泽深重 谨言谨记在心 赏 玉王太妃有赏 赏玉王赏礼氏夫妇 白银二十两 珍珠玛瑙一串 金丝绸缎十匹 谢玉王 谢海妃娘娘 锦姑娘父母 江氏夫妇奉命觐见 江氏夫妇 不会也是锦言的父母吧 啊 这 锦儿 我是你的娘亲啊 怎么又出来一对父母 什么情况啊 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中离安排的是李氏府 如今的僵尸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锦王 你方才不是说你是山西平阳人士吗 我 锦儿 你这丫头 明明我们是江南人士 你六岁时 因家道中落 才不得不将你卖去文府为弊呀 江南江氏 六岁 这才是小师傅给我安排的内地父母 那这李氏 小小婢女 竟敢戏弄本妃 你这次是谁 究竟谁是你的父母 你都说不出了吗 来人 把这个信口雌黄的婢女压下去 母妃 玉王 母妃 切勿动怒 以本王看 此事也未必与锦言有关 锦言方才亲口承认 这李氏父母 才是她的生身父母 您看 如今她也一脸迷茫 想必也是十分困惑 本王倒是有疑问 这李氏夫妇 有官府的文书名谍为证 如今这江氏夫妇 又有什么样 这 本王看 是有人故意布局 想要陷害本王的院前女官 玉王 草民不敢 草民不敢 她不过是一个区区婢女 怎会有人费心陷害于她 院前的婢女 谁知道 会不会就碍了别人的眼呢 既你二人 都说是锦言的亲生父母 那锦言的生辰是何日啊 对 是冬月十八 对 对 来人 给本王将这僵尸拖出去 玉王饶命 玉王饶命 我饶命 我饶命 锦言的生辰确实是冬月十八 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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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句话啊 锦儿 锦言的生辰是五月十八 众人接职 前几日 本王刚在后花园给她办过生辰 此二人蓄意陷害本王的院前女官 送于我如舍 周离 无论 秦在 正要人见过何人 接触过谁 受何人指使 本王都要知道 拖出去 是 羽王 男人 羽王饶命 羽王饶命 羽王 饶命 冤枉的 锦儿 求求我们 羽王 锦儿 锦儿 你说句话呀 羽王饶命 锦儿 羽王饶命啊 羽王饶命啊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本妃 母妃安心 本王定会宫允处置此事 给母妃一个交代 一圣子 我有话跟羽王说 姑娘 别为难我等了 我真的有话跟他说 钟侍卫 钟侍卫 羽王 说 如您所料 那僵侍夫妇 确实是锦王的人 前几日他们入城 一直安顿在锦王府 附近的客栈 山海还亲自见过他们 他还真是痴心一片呢 那是什么 臣已经查清 锦炎姑娘为何和锦王 屡屡纠缠不清 这是文府嫡小姐 肃锦记记里的肖像图 小师父 锦儿 他是 他是 文苏锦 文苏锦 她是文不清的女儿 是 她 才肯是我的王妃 是 当时 锦王冒着天下这大不韪 她与我抢婚 也是为了她 是 好 好的很 本王和鱼王 好的很 大人 若不是太妃 你只愿离凭她入府为王妃 她现在已经是锦王妃了 就算是一旨她也没从呢 她不愿嫁我 甘愿冒名替嫁 细菌蛮上也不愿嫁我 锦炎姑娘 对您 也并非全无真心 方才 她还想解释 你真心 你真心 我还以为 我与她已是心意相通 缘分天定啊 没想到 你 抢了她的姻缘 是我 做了那棒打鸳鸯的棒子 玉王息怒 我不行 我要亲自去问她 玉王 不必跟来 她可有磕待于你 没有 玉王没有见我 此事都怪本王 我也不知道其中出了什么差错 竟然有两对夫妻 什么 那 另外一对是谁找来的 想来 也是有旁人想护你周全 不过你无碍就好 只是可怜那僵尸二人 欺瞒之罪 恐怕性命难保 不行 我去求玉王 锦儿 别去 如今时局敏感 你更要独善其身 否则遭殃的就是文府 可若不是我 他们不会遭此无妄之灾 我去跟玉王说清楚 锦儿 说清楚什么 本王 打扰你们了 不是 锦王只是来 来什么 来去白光 来去和叶苏 你方才想动本王说什么 你们江氏夫妇 江氏夫妇 是臣安排的 江氏夫妇 是 江氏夫妇 连地方侧营大吉都没有的夫妇 锦王是觉得能瞒过谁呀 臣 本王知道 关心则乱 只是这江氏夫妇现已认罪 本王是发落你 还是把你们移并发落 还是把你们移并发落 玉王 是我求锦王替我周旋 与他人无关 不管是锦王 还是江氏夫妇 都是无辜的 你要发药打 冲我一个人便是 一切都是本王所为 与你何干 你无情无辜 本王只不过想借此威举 趁机拉拢 让你心存感激 唯我所用罢了 玉王 真的不关他们的事 您就念在往日情分上 罚我一个人吧 本身这些事 就是因我而起 情分 你 和本王说 往日的情分 好 好一个敢于承担的锦言 好一个情深意重的萧綦 锦王 你擅自捏造是你的身世 弄虚作假 萧锦期间无令入内 休必在锦王府 无令 永不得出 作曲 宁实着双眼眉梢 是我遗忘了心跳 与你相逢当风花 真好 满目思念为谁要 深索欲行在南逃 为你魂前蒙扰 我在初时年少 期许一段岁月经好 总让爱不得求 不倒也不放掉 我在孤身怜条 在世间不堪纷扰 不停喧闹 只为你 只为你祈祷 我在初时年少 期许一段岁月经好 总让爱不得求 不倒也不放掉 我在孤身怜条 在世间不堪纷扰 不停喧闹 只为你 只为你祈祷 为你华底为老 这一场爱不能动摇 总让爱不得求 不倒也不放掉 只有你知道 只有我知道 爱依旧没忘掉 只为你 只为你祈祷 没有 是你 只为你祈祷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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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我们的爱之路 只是 只为你不及 生命